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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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我們LOMAT Lab的實驗精神 這次我們決定用大自然最豐富的資源 石頭 做一個試作型的焗爐 看看這次日成不成功 這次我們的材料有石頭 Gas 爐 多試架 兩塊封擋 兩塊濕布 還有 溫度的一個 焗爐的原理就是希望製造一個 盡量密閉的空間 將裡面的溫度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再將食物焗熟 這次我就用了一個 Gas 爐 去做一個熱力的來源 再在旁邊砌一些石頭 因為如果食物太近熱力的話 就會很容易焦 所以就會用石頭 盡量將食物和火的距離拉遠一點 砌完石頭之後 我就會用一個多屎架 放在上面 讓食物和火的距離可以再拉遠一點 怎樣製造一個密閉的空間 就要自己做屏風了 因為需要用到的位置都大 所以這次我就會嘗試用兩個屏風 砌完之後 頂部我就會用兩塊厚了的濕布 我要測試這個焗爐究竟 可行嗎 我特意預備用一個溫度計 就是點了火之後就可以看 裡面的溫度究竟去到多高 有沒有可能可以將食物焗熟 其實它的溫度上升得很快 開了火一會 測度計顯示的溫度已經差不多到100度 但我就想看看可以盡量將火較小些 待會放食物上去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焦 這次我就預備了一條魚去嘗試焗得到 這條魚在我來之前已經預備好了 我用了一些鹽和香茅和青檸 就放了一個圖裡面 如果你想簡單一點 只要用一條魚 或者只想你做的食物 用石子包住 都可以嘗試的 現在看溫度計是已經去到100度了 平時家用骷髏的話 就會200度焗20至25分鐘 那這次呢 在這個100度的環境 我就嘗試放進去 做45分鐘至60分鐘 就要看看這條魚熟不熟 那我現在放一條魚進去 因為它的溫度炸得很快 所以我要盡快 這樣把魚放進去 剛剛已經焗了超過45分鐘 那現在就拿出來看看 看看那條魚熟不熟 我現在呢 其實我拿著手 都可以碰到這個 其實它的溫度也不太高 看表面呢 你看到它其實大部份都熟了 我現在看近骨的零尼骨 看魚呢 尼骨的尼骨 其實理論上都是熟的 尼骨 緊緊熟的 試一試它熟不到 是剛剛好熟的 很嫩的 還有呢 因為用了鹽在表面上醃 它那股鹹味 不是很鹹 但是是夠味的 可以了 好滑 不鹹 只夾了一股皮 今次這個試作型的焗爐 嘗試焗這條魚 焗了超過45分鐘 出來的魚是剛剛好熟的 如果你覺得不安全的話 就可以再焗15至20分鐘 這條魚應該就怎樣焗 一定是熟的 所以今次這個實驗是 成功的 Yes 今年的Apple發佈會 全靠你了 我會努力完成任務 將最新的iPhone帶回來 想看最新iPhone消息 即上GadgetGuy Facebook Page